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中午哈 我是川高 今天上午分楼梯间 分的呀下午就基本上结束了 就要搬到另一东西哈 今天川上没来 我一个人中午开始吃饭 看看吃的什么哈 鸡腿炒的白菜 下面是白米高饭 装到这个保温筒里面的 还得出热去哦 大家看一下 安不安逸 还是倒在那个碗里面吃好 大家看得到 这个通通生料 看不到 还得猛热去哦 这白菜 大白菜是早上炒的 颜色都变了 煌啪煌啪的 大家看嘛 实在的 趁热好吃哈 来个大鸡腿 这是昨晚上穿上鹿的 今天呢 来到工地上来吃 这几分安逸 先搞一可 好香啊 穿上了主流的 就是说还休息两天 他也是个啃干货路的人 他说他今天来 我说今天就不要来了 因为工地上 大家都知道 去沙江 推沙江的 走路的 走得不停 还是有点 具体哈 所以说 他那个 就要急着拉伤 要多休息一天呢 要好一点嘛 自己炉这个鸡腿 还是多香的 是在些 像外面一个鸡腿的话 要买六七块钱一个 工地上是哪个工人得上班了 把那个电子打得多一多的 所以说工地上还是有时候 每天呢 一天都是 吵吵闹闹闹的 反正都是干货的事情哈 像在工地上的火路也不好找 我几个兄弟 来老乡们 他都在问我就是说 这边工地上还要不要师傅 还要不要小工这些 以前我们一个县城哈 火路烧 那个火路也不好找 确实那边老板他也不要人了 有点粉丝啊 他在私信传告 他说 我来住两天 看到要过烟了 住两个月 真怕都不抢 好过烟 我也跟他们恢复了 确实现在工地上 确实不要人 老板他说 这火路都住得差不多了 就不守人了 现在是16月份了 还有两个月 就过烟了 就说在外面打工的那些 兄弟们 你们就说过烟 回不回家 现在工地上的火路多不多 如果有的话 在外面呢 还是多资钱 真的拿月间才回来了啊 因为现在回来的 火路也不好找 屋头 像有的提前就回来了 现在回来啊 呃 我讲一下这个事情 我讲一下这个事情 就会来的 是什么事 我说不得了 是什么事 我说不得了